超大的火机跑得飞快 竟让利姐险些栽了跟头 这还是第一次遇见 要知道过去的利姐 那可是追着野猪去 都能跳入到河中 最终直接拿捏住野猪的狠 蓝河捕鱼这样的操作 那可不是说说而已 看看利姐如何利用石块拦截河水 最终在河中捕获到大量的河鱼 轻轻松松地实现串烤河鱼的 上期 依旧没等到老哥归来的利姐 那可是过得十分煎熬 没有荒野的生活就像是在坐牢 为此利姐那可是在附近 搞起了荒野建造 同时还布置了不少的打野陷阱 令利姐没想到的是 打野陷阱竟然成功地 捕获到了两头野猪 而且其中的一头个头还不显得 属有65斤之重 简直是不要太美啊 收获到大野猪的利姐 喂养野猪和鸡鸭 还有小野猪的时候 花费的时间可就更多了 不仅是要搜集木树和芭蕉树芯 还需要砍碎进行通过 为此利姐更是希望荒野老哥快点回来 而她的希望也不会等待太久 虽然收获两只野猪 但是那片区域内的野物 似乎也是知道了打野高手充满 最近几日那是毫无动静 为此利姐来到之前 在土壁上挖掘出的庇护所处 准备将庇护所再次完善一番 之前已经将屋内 以及门前都处理好了 目前配置上还差一些桌椅 因此利姐先是砍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利用竹子制作桌椅 桌椅的制作虽然不简单 但是前几日在竹屋那里 利姐早已完美地打造了一桌椅 如今的制作不过是如法炮制而已 去除竹子的竹皮 并且在合适的位置开凿孔洞 最后再将小竹子插入孔洞作为连接杆 把桌椅的主体框架给拼装出来 和之前唯一不一样的是桌子面和椅子面 之前采用的是竹条铺设 而这一次 利姐直接采用了圆形竹子铺设 由于两侧立柱能卡住 倒是省了树藤绑扎的活计 而且这样制作的桌椅 外观上看起来也是比之前的桌椅更漂亮 利姐是真的有一手啊 完事之后 许久没有吃核仙的利姐 那是静止地来到了附近的河边 准备来碰碰运气 这个区域的河道比较宽阔 水流也是比较的浅 不过里面的河鱼还不少 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头不大 来之前利姐就考虑好了捕鱼的方法 这一次她要试试蓝河捕鱼 这样宽阔而且河道有一定坡度的区域 可是蓝河捕鱼的好位置 只需斜着布置上大量的石块 再将细小的砂石部分封堵住石块的缝隙 便能拦截下大量的河水 迎着斜面向下流去 而斜面后端有着不小的区域内 便是捕鱼的位置 不过为了捕鱼方便 拦截水流要尽可能地拦截到位 为此采用塑胶膜做封堵可以说是最佳的方法 不过没有塑胶膜的利姐也是有办法的 大片的芭蕉叶可是好材料 很快的 斜面后端的水流几乎直接被拦得没有一点水 里面可是出现了不少的被搁浅的河鱼 利姐抓起来简直是不要太简单 轻松收获了好几条 直接放在了一边 除了搁浅的鱼外 剩下的水坑还有着不少 里面同样是鱼儿藏医的位置 利姐可是在里面捕捉到的很多小鸡鱼 看起来怕是有着四五条 除了小鸡鱼外 另外还有着半截手指长短的小花鱼 这种小鱼个头十分的小 但是味道相当的鲜美 好东西虽然小 但是利姐自然是不会放肚 将它们收集到了树叶之中 搞到了估计的有半斤的小花鱼 完事后 再将剩下的七八条小鸡鱼歇 也是一同利用树叶被装了起来后 利姐这才结束了蓝河捕鱼 这个时候 拦截和道德石块还是要去除掉了 要恢复河道的正常运行 收获满满的利姐 那是美滋滋地带上了鱼火 回到了庇护所 小鸡鱼部分 它已经在河边将内脏部分清理干净了 这个时候直接夹在了竹子之上 搞成了一大排的竹签烤鱼 后面准备烧烤 而剩下放不下的两条鸡鱼 则是装入了竹筒之中 小花鱼部分太小了 自然也是一同装了进去 这是准备烹煮的节奏 利姐今儿的鱼货数量不少 都能搞出烧烤加烹煮的组合了呀 真是很给力啊 随着炭火的制烤 烤鱼那是烤得焦香肆意 闻起来就十分的美味 等待已久的利姐 那是迫不及待地将鱼拿了出来 放在了自己打造的桌子上 好家伙 只见利姐将烹煮的小花鱼和两条鸡鱼 直接倒了出来 没想到的这竟然是给狗子准备的 不得不说 利姐对待狗子是真的好啊 看看狗子吃得多开心 至于利姐嘛 剩下的烤鱼可是有着不少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黑 但是野生的河鱼味道鲜美 吃起来那叫一个巴士 看着狗子吃得太快 利姐还将鱼头和骨头部分全给了狗子 这一餐 吃得一人一狗 那叫一个巴士得一笔呀 美滋滋吃饱之后 在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 绝对是爽歪歪 这几日里 利姐只要一有时间 便会来到这里 今儿的她准备在这里开荒种地 当然 主要是为了搞出一块土地 后续不管是自己使用 还是送给荒野老哥 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个位置地势开阔 杂树也是不多 清理起来还是比较高效快捷的 加之常年累月留存下来的树叶 腐朽之后 那可是极好的肥料 因此这片土地的肥效可以说是很不错 先后将所有的杂草和杂树 一一地清理干净之后 接下来利姐便拿上了板橱 开始做起了翻土的活迹来 在没有荒野求生之前 利姐家中可是有着不少的土地 因此种植的活迹可是十分的上手 挖掘翻土那叫一个顺量 典型地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打得了色狼斗得过流氓 而且由于坡地 利姐还特意地将土地搞成了一条一条 中间的凹槽处方便行走 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将土地翻了一遍之后 接下来利姐便拿来了蔬菜种子 开始将它们均匀地 洒落在一条一条的土地之中 这些蔬菜主要是白菜种子 以及一些红豆和瓜果种子 今儿还有雨水 这回下种的话 还省了浇水 当然 种植如此之多的蔬菜 加上荒野老哥自己就有菜地 人是吃不完的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为了喂养鸡鸭猪的 种植好蔬菜之后 利姐可是没有停歇 而是搞来了大量的竹子 开始切割了起来 将它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随后再利用打野刀一一地劈砍开来 最后搞成了一大堆的小竹条 以及长竹条 除了竹条外 还有这一部分的竹节 被利姐开出了不少的孔洞 这部分竹子的一段是削尖了的 这样方便利姐按照一定规律 将其插入到泥土之中 长竹条部分 那是被利姐直接插入到了竹子的孔洞之中 每根竹子三个孔洞 因此长竹条也是三根 利姐是准备建设一个篱笆 将开荒出来的土地给围起来 当然 长竹条和利柱竹子部分 围出的是篱笆的主体框架 剩下的短竹子部分 将其卡在三根长竹子之中 才是篱笆的主要利面 这部分的活迹看似不难 实则简单 只是耗费的时间比较长而已 毕竟虽然整个土地的面积不大 但是篱笆的总长还是不小 可以说 编织篱笆花费的时间 那可是比开荒翻土外加 总计上种族花费的时间还要长 最终足足地搞到了下午 利姐这才算是满意地 将菜园的篱笆部分 给彻底地处理完毕 还别说 这个菜园看起来 那真是很不错的样子 完事之后 又累又饿的利姐 可是没准备回去吃饭 毕竟虽然不远 但是走回去也需要不少的时间 而附近的山林之中 竹笋可是不少 就地取材的话 简简单单就能吃上一餐 利姐在附近那可是挖掘到了不少的好竹笋 最后先后收集到了五六根大竹笋 看起来就美味得很 抱着一大堆的竹笋 利姐慢慢地回到了庇护所 并将竹笋放在了桌子上 烹饪竹笋的方式 依旧还是十分地简单除暴 直接洞内的火糖处灼烧即可 这个火糖可以说是十分地不错 看看这排烟效果 待到竹笋烤熟之后 利姐那是迫不及待地将外皮焦黑的部分去掉 接着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竹笋底部部分较硬 此时吃起来还是脆的口感 而上部则是比较细软 这一餐 利姐可是直接吃了三颗竹笋 真是猛啊 吃完之后 再在屋内休息一回 简直是不要太爽 这两日不是在捕鱼 就是在制作桌椅 以及开荒种顶 因此今儿的利姐准备玩点新花样 制作一种新奇的打野装置 因此砍伐的竹子都是竹子臂比较厚实 整体坚硬的竹子 将其砍出一米长 再将中间部分削出一个对穿的长条孔洞后 又在上方位置处继续地劈砍 搞出一个对穿小孔出来 紧接着 砍出几根合适的竹片 一根竹片穿过上端的小孔 另外两根竹片插入到下端的长条孔内 这两根竹条前端上下分开 后端利用竹腾绑扎在一起 而在竹筒顶部 也有一个小孔 这个孔内可是穿过一根竹竹 竹腾一段绑扎另一根长竹条顶部 另外一段拉扯在两竹条的末端 长竹条掰弯之后 另一端是卡在两根竹条的上竹竹条卡槽处 将上竹竹条抬起来时 长竹条的形变变回加大 弹力也会增加 弹回去使两根竹条便能卡住猎物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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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丽姐将其布置在了山鼠最喜欢出没的位置 陷阱的布置很简单 插入地面后 将平衡装置设置好即可 当然来上一些树叶伪装 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陷阱布置完毕之后 在回去的路上丽姐还发现了大量的羽毛 看着羽毛的个头是真的不行 可是把丽姐高兴坏了 毕竟抓到野鸡的话 那不得再次吃上烤鸡啊 于是乎丽姐快速地在周围设置了一组绳套陷阱 希望后续能够有极佳的收获 然而在丽姐返回的路上 竟然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没想到前方出现了大火机的身影 好家伙真是好家伙呀